如果你覺得現在媒體的 引用有不實的地方 你是一個正式的 駐日代表的單位 請你發出一個正式的新聞稿 告訴大家 就是說日本官方就你駐日 你所獲知的正確的訊息是什麼 不是什麼 你可以交代嗎 要不然我們叫駐日代表幹什麼 駐日代表你究竟你就可以 跟日本的這個外務省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不是嗎 外務省應該也會回應你 不可能已讀不回 他應該會給你一個答案 為什麼講得這麼不清不楚的 要把它導引成是什麼 又跟泄密有關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的外交部也好 駐日代表也好 沒有給外界一個很清晰的說明 到底情況是什麼 所以大家去講你被打臉 因為陸媒他的確是這樣子講 我們的官方講不出一個 很清楚的立場 到底你們得到的訊息 特別是外交部 你才說你已經收到日方的訊息 那是什麼樣的訊息 到底是什麼樣的訊息 我覺得他必須講清楚 另外一個我覺得我們的國安團隊 是不是有問題 這件事情 如果你不是在很有把握的情況底下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接受日本媒體的訪問 講得這麼的大聲 然後講完之後 然後日方已讀不回 甚至是說不考慮 這明顯是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的尊嚴 我們放在哪裡 就是說你講得這麼大聲之後 然後人家給你這樣子一回過來 我真的覺得蔡總統 你在這一件事情上 你到底是國安團隊給你建議 你不聽 你覺得你還是要這樣子踏出一步 因為你要博版面 還是說我們的國安團隊 根本不夠精準 我們的外交部也失職 連掌握現在日本 他們明確的意向跟能力都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集團體就在日本 然後習近平要去 而且今年中日還會有二度的 正式的官方的訪問 習近平也要再到日本去 此時此刻你在這時候 拋出這樣一個議題 如果真的說 台灣跟日本關係很好 請問我們這邊有去考量到 日本的立場或是這樣的時機 是一個好的時機 拉出這個議題 更何況這樣一個合作議題 真的是做得比較重要 而不是在檯面上 把很多事情說出來 所以我認為整個國安團隊 在處理這件事情 真的是有問題 真的要好好檢討 記長你的責任也好 陸媒 外媒 到底外務省的哪一個單位 是真是假 反正蔡英文這個動作 到目前的回應 有回應還是沒有回應 都是負的 都是沒有 所以是沒有效果的 我的興趣在哪裡 沒有想像空間嗎 不是 好 我就要問賴教授 賴老師 你當年追女孩子的時候 如果那個女孩子不理你 你就開始有想像空間嗎 也許 但是那個想像空間沒用 到頭來沒有用 我保證那個女孩子 絕對不是你後來的老婆 對不對 不過蔡英文此時此刻 也不是要跟日本建交 他只要讓選民認為說 他對日關係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不是我們在意的東西 這是外交家在意 因為有關他個人成就 他不考慮跟沒有再考慮 這可是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就好像立法院副委 然後表決否決掉 跟不副委 這個差別很大 我認為沒有再考慮 根本就不一樣 把你當一回事 沒當一回事 所以根本就等人下支 那不對 連聽都沒聽到 對 連聽都沒聽到 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的重點在這裡 你覺得這個動心起念 是蔡英文總統自己想到的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這個第一 大概是國安會 蔡總統自己的幕僚單位 幕僚的作業覺得說 這個是格萊利爾 現在應該啟動了 因為什麼 因為安保 日本的安保每年的演習 其實是我們的深綠的 我們的獨派 非常感到興趣的 你曉得每年我們都有人 應邀到船上去 你說那些 而且那個身分地位 都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他跟日本的關係 非常close 他就某某人 也許他只是一個民間的律師 他都被應邀到 日本的軍艦上面去 回來 交旗去結構地方 我去日本的軍艦上面 一世紀回來 所以我們對跟台治安保 之間的合作關係 要進一步更密切 這個是綠營念之在之的 就是講給國內聽 念之在之的 所以這個 我認為國安單位 自己的幕僚 作業起來的 的可能性恐怕也不大 我認為這個最起 開始的啟動 恐怕是我們在日本的朋友 我們在日本的台灣的 非常的日本通 而且非常的毒 非常的綠 大家去探討 這時候事件好 這時候可以接手 可以試試看 當然這個最好作業完畢以後 當然是還有總統判斷 總統判斷應該是說可以 他才出手 這個整個作業 不管是在哪一個層次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很不聰明的招數 因為沒有效果 而且這個真的是 臉面上不是那麼好看 我這樣的討論 不是層次比較高一點嗎 我看馬雲大老一樣 像這種層級 直接到你要去接受 日本產經新聞的專訪的時候 然後直接掛這麼大的版面 就是直接要求由總統出面 要去做安保對話的時候 你必須要做很深入的磋商 而且對方可能會回應的時候 你才拋出來 但沒有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沒有 我們先看這個外交部的回應 是說已經收到訊息 就是在這個環球網講了以後 那到底是什麼訊息 我們現在不能猜測 或許他的訊息是 下個月就要談安保對話 只是你們不知道 你看你們還在亂講 但是我跟大家講 剛剛大老在講說追女孩子有沒有 其實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去學日文的第一課的時候 老師要告訴你 當一個男生約女生在日本 約他要去約會 晚上我們去喝咖啡好不好的時候 對方如果跟你講 ちょっと一點點 他就是不要了 他不會 他不考慮還是 他不會跟你講說 Yada 我不要 他會講說有一點 所以不會又不考慮 沒有在考慮 所以這一次 富永就有人他去問到說 他回答環球網的這個是 就是沒有考慮 就是沒有考慮 但是他說如果是拒絕 應該是 沒有考慮 我不要 但問題我剛剛已經講了 日本的個性 他其實基本上 當他已經跟妳講 看見得以內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意識到 就是對方 就我剛剛講的 當你說晚上跟我們去喝咖啡 好不好 ちょっと 一點點 一點點什麼 一點點麻煩 還是一點點 不知道 但是對方已經給你 日本是用這種方式 菊花語見 我常常在講 所以我只是提供一個 誰在教日語 沒有 我是提供一個 當你要用 Tunkey Day in Night 跟Call Yourself Day in Night 的時候你就講說 因為他沒有講 Call Yourself Day in Night 就是絕對是OK的 我覺得這樣子 你這個是什麼槍 京都槍 動軍槍 我以為你講這個 好像在講中文 所以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不用這個去猜測 我們不用去猜測 重點在於就是 外交部居然收到訊息了 你告訴我們是什麼訊息 第二個就是 謝大使人在日本 我們也期待 我覺得說站在台灣的立場 我們就期待後續是不是可以 我們就不用去解讀說 你都站在黃泉王的立場 沒有 黃泉王去問 我們其實我們真的 我們的大使 我們的助手代表處 也可以去問 現在可是好像問了 對方也不應了 可是我們不知道 回應是什麼 那就是最大的問題 要深入溝通 對 是Kanke Day in Night 還是Kanke Day in Night 不管是哪一個 Day in Night 都是不要的意思 不是一樣嗎 好嗎 我們不要把 합니다 打算 就回了 我安心 回家 於... 點 去 感谢观看